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妄向编辑部的 《笑声帮新闻》 《尋找B&O造家言闻的故事》的节目系列 今集有我许杉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应该留意我们的节目也好 留意现在的新闻也好 应该都听到一件事了 就是有20人被廉政公署拘捕 19个就是这些叫做Biennogers 而英港人 其中有一个就是来自于永明金融的Agent 这19个的Biennogers 他们为求所谓要拿回属于自己的血汗钱 而不惜就串通这些贪污犯罪集团 你拿了之后 还回到香港 因此之后就被捕了 对于这19个 他们已经港人口中的勇者 又或者是无辜的人 予以同情的同时 亦都相计更多的内情 在他们的围炉谷里爆发出来 哇 是呀 真是相当精彩 一定要跟各位听众分享分享才行 相关的故事 很难找到当事人去正式核实 究竟真不真 准不准呢 我们都很难去100%去认真 求证得到 不过听到也觉得相当过瘾 那为何他们会重招呢 甚至乎这种取回NPF的做法呢 原来在我们的圈里面 在这些BNOGAR的 银组里面 也算是出了很多 大家看到这张图 就是这样的了 现在就传着 就是疑似这个贴 触动到特区政府方面的注意 怎样写呢 就说 不停转政策 流程会不断更新 必须拿回血汗钱 6月份继续顺利拿到票 4月至5月办理的朋友 已经收到票了 成功个案不能进落 哇 厉害了 接着就贴上了 相关人士 拿到NPF的钱的票 给大家看 其实这样做的话 已经令到BNOGAR的圈里面来说 觉得相当之哗然 很震惊 我相信有不少人 也有NPF在香港 但自己人就已经去了 别的国家了 对不对 总是软软软软的 赢住自己的那笔钱 还留在香港 怎样可以何时才能拿回那笔钱呢 再加上 近日的新闻 经常提到NPF 今个月试了多少 上个月试了多少 那 导致这部分人 不停地在想 如果我再不拿的话 就让香港政府 试鬼杀那些钱 原来看到有这个人 他也写了 不成功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香港人成功移民前 拿回NPF 在英港人都可以 什么情况 什么形式 都可以 你联络他 就能帮助你 原来 据他们所说 有一些小艇 可以帮他们这样做的 可以 是怎样的呢 那这艘艇是怎样的呢 他的意思是 大致上就是 好 你收到票的话 那你就要给你那笔的NPF 按比例就给10% 他去做手续费 那你就多有多比 少有少比 那些 话说 有一些就并非是 代理人去联络一些人 还是怎样的 他做艇仔 再帮你 去找回相关的代理人 去夹底 再做这一堂事 他当中做了一个搏脚 并非全部都说 什么所谓的 大湾区 什么移民计划 例如 我们看到最近期报道 就说在深圳 有租了个地址 来租屋 或者什么 上班 还是怎样的 总之说自己移居 去内地 虽然暂时这刻 还在英国等等 类似这样的手法 原来 有一些做法 不是在内地 就去某一些国家或地区 说将会去那里工作 亦给了当地相关的聘请 聘书 或者其他的住址 资料等等 而接着就去拿回这一笔强积金 为什么 他还在英国怎么办 到最后公司说不聘请他 这样啊 某个程度上都是欺骗的成份 来安排的话 他们这班B&O女儿 就扭了 就觉得这个是灰色地带 就当是很容易 给你拿回这些钱 这样的 这班B&O女儿 再爆出了一些个案 话说 其实他们之前 都已经收到封 不过 就不像联署 这样 说回事情出来 所以他们 都不能够叫核实 纯粹只有听智 有同路人被联署拘捕了 因为NPF 或者怎样 用NPF的问题而拘捕 他们互相之间 都会有去讲这些故事 哇 看到有些 真的没饮了 有两个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其中有一个案例 就是说 老公 在英国的时候 就用这些不法的途径 发假势 或者用虚减文书等等 来到 拿了那个强积金 他也都好像我们之前所说 有屁屁痕 回到香港 亦都被捕 被捕之后 亦都好像 报道所说 扣起了他的 自由证件 180天 所以就不能够离开 香港了 后续 都挺麻烦的 老婆 和小孩 在英国方面 就相当担心 老公的问题 而一下子 老公又没有回来 做最低工资的工 有些钱 原来拿去买楼 所以 快要买楼 拿回那块钱 再 一家大小 即是老婆 连同小孩 全部 回流回香港 不是需要的 是什么办法 老公就留在香港 回流 我觉得 是唯一出路 谁叫自己 这么妄居吗 哎呀 但是很严重 你想想 你自己 可能又 很高调 自己要 走难 离开香港 然后在英国 买一层楼 安居落叶 想着威威吃鸡 拍给人看 谁知道 转头就这么严重 你想想 多严重 没办法 你做了一些严重的事 都要面对的 谁叫自己 当初 是这么无知吗 想着 透过这种方式 可以拿回自己的强积金 是不行的 现在 富上刑责 你搞到 全家人都要回来香港 就只能够 面对现实 是严重的 不是怎么样 不单是严重 就直接害了小孩 你想想 你那时候 又说 为了小孩的将来 不要洗脑教育 不要这样 那样 要独立思考 批判式思考 这样那样 所以就要离开 香港 现在搞到 小孩 半天调 可能 刚刚 暑假 打算 放假 就 升 新的年级 谁知道 突然又说 要回来香港 香港就要再去找学校 第一 他可能 叫做买了楼 可能还要供 或者其他要成的 谁知道 老公 就 被人拘捕 就没有阴供 也都没有供 所以就断了 老婆 就出不了 去做事 不能够 请工人 在英国 请不了 搞不了 这件事 因此 真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 占了一层楼 然后就 拿回一些钱 就要 一来 老公 他在香港 都要 生活费 亦都要找地方住 亦都要 准备 赚钱 就去 找律师 打官司 到时 更加仰衰是什么呢 现在 这个一时三刻 人家说 咦? 为什么你要回来香港 啊? 这些 我觉得这些 行言行语 不要理了 你既然回来 就被拘捕了 我觉得 以一个最限成本的方法 就是尽快认罪 尽快蹲监 然后尽快出来 出来之后 你就再申请 BNO 可以吗? 可以这样吗? 理论上 你不能够再入籍 还是怎样的 因为你已经有案底 包括监主 是牵涉到这些 法假誓 偽造文书 就是用这些 虚假陈述 这些 你怎样再去做呢? 你没有理由 跟英国说 政治打压 还是怎样的 对吗? 英国不相信你 不知道要搞多久才可以 完成了 那个审讯 还是怎样的 是的 另一个层次 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这一刻 你再跟别人说大话 英国的天气 什么什么 或者这些 就作为理由 所以叫做回流 但是到时 你这一宗案件 正式落案起诉 然后上到法庭的话 你的名字就全部洋出来了 是 你的名字全部洋出来了 但是你自己 不要这么高调 极低调 有罪就快去认 律师也不用请 快快出去 承受了你的刑责 然后静悄悄出来 那就行了 行不行 不要跟亲戚说 你回来也没有跟亲戚 不要跟朋友 通知WhatsApp 什么都不要 总之就静悄悄地 通过了这件事就算了 起码面子都还能保得住 对不对 拿一些英国的旧照片 放出来 先顶着 对呀 先顶着 骗得一时 骗不了一切 其实你没得骗的 因为你真的回来香港 对不对 你不可能 闷得太久 这样啊 你明知自己都骗不了 算了 大方点认了他 是 我愚蠢 我衰贪心 以这种不法的方式来拿回来 我现在认得坏了 我整家人都回来了 全部都回应了 我坏了 行不行 坦然面对你做过的措施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那个天堂与地狱的境界 你想想想差多远 本来他打算移民去英国 做英国人 过外国式的生活 洋人一起同呼吸 一起同命运 想着同呼吸同命运 怎么知道回来香港还要做监等 你本来在香港不用坐牢 哎呀 本来什么事都没有 对 你没有离开过香港 你是继续过你本来的生活 可能还好地地 可以去日本 泰国 韩国的旅行玩 继续做自己的工作 老婆就继续聘工人 还是可以的 你是放弃了本来的生活 走去英国 做最低工资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案 另一个案子也挺好笑的 还过瘾 我们帮他的后续 究竟如何去处理好 大家一起留言说一下 第二个案子就是两夫妻 就 齐齐回来香港 他们也是齐齐 用这样的形式 这些 发假式 虚假陈述 虚假文书 这种形式 取得了强积金 然后最白痴是什么呢 他们 要付相关的手续费 帮你继续 你 已经在这个强积金 给了他 可能 他现在都被抓了 刚才我们也说了 有小艇 小艇 他再找小艇 也有 原来 为什么呢 例如 例如 A军 成功取得了 刚才我们在画面看到的支票 例如A军 拿到这个钱之后 你就跟A军说 A军 会不会有什么 B&O Girl 都想这样拿 你帮我 介绍过来 我再 拆佣给你 这么棒 真人实证 我不知道 这次真是揽炒 说回这个案件 两夫妻都用这种形式 取得钱之后 两夫妻都一样 走回来香港 殊不知 就这样 两夫妻 老公被拘捕 老婆 暂时未被拘捕 嘟嘟 问题来了 怎样 陈喜泰 百万富翁 一百万的问题 你是老婆的话 你会怎样做 会选择走 还是不走 当然了 还要走吗 不走的了 随时会拘捕你 子女呢 啊 子女 子女 自生自灭 不是怎样 哇 你想想多震撼 老婆 如果真的 未被拘捕 老公被拘捕了 你又看着那些 小孩 天真无邪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那个老婆 被警方带走了48小时 还是怎样 被廉署也好 什么也好 这样的话 糟了 到底 能不能买机票 带两个小孩 去英国 即是回英国 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怎样好呢 真的是 这是人性的交叉点 没可以怎么办 黎明的说法 手心也是肉 手掌也是肉 对不对 手背 手背 是一件事 黎明的说法 金巨王 你想想 随时会拘捕老婆 如果老婆 带走小孩 回英国 即使老公是主申请人 这样的话 没有了主申请人 他断了揽 老婆 也不能留在英国很久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是老公 你会怎样做 这个难搞 你要做出一些 不可逆转的事情 才行 对吧 怎样叫不可逆转呢 因为 如果出现了 主申请人 有什么事情 会不会令其他人断揽 类似 当然这些 写法 移操 不移在英国佬 BNO政策里面 大致上 逆翻个意思 如果 主申请人 或者 申请人 他们这些 罩人的关系 出现了 不可逆转的理由 的话 英国佬 的Home Office 都会 让他们继续继续 由医护 过来的人 BNO签证 就让他们继续 有什么不可逆转的事情 可以做出来的呢 不可逆转 可能 主申请人 就 没了条命 不可逆转 是吧 哇 这样啊 即是 不是怎样 很 挺艰难的 对了 好像很极端 不可逆转的 不可逆转的 可能要 突然要上街抗争之势 然后被拘捕 被拘捕就声称自己被政治打压 行不行 我这个难度更高啊 反而 很难啊 又没有人去和应你啦 只有你一个 做得什么 那你真是摆明的嘛 重新来过啦 叫个老婆 立刻就 辞了老公去 来回 带两个儿子 找个有BNO 签证的 男人 嫁了他 带两个儿子 就可以 申请BNO 不过可能是时间上 重新计过 是不是 没有啦 这样太麻烦了 谁知道 BNO那些 会不会又是坏人呢 不如 直接找个鬼佬 找个鬼佬 好吗 鬼佬不介意 没有想到 鬼佬就可以了 立刻 入席 不用烦 更好 他们反正 这么开心 怎么所谓 OK 反正你都来英国 吃了羊腸一段时间 那些什么厨师腸 那些都不懂 算了 真正找个羊腸还是怎样 如果老公 达吉利是 判了罪成 然后入了监狱 唯有的方法 是不是要 像丁蟹 在大时代 这样 他不是在监狱的时候 在 厕所 在厕所 在厕所 水箱 那个厕所 是不是 哈哈哈 很难的 一下就转了 所以就断了 掉了 一下就断了 对呀 如果不是 就学那个 黄秋生 哈哈哈 怎样 黄秋生 人肉叉烧包 他就拿那个汽水盖 然后 大热天使 拿那个棉皮 卷着自己 那个盖用来做什么呢 大家自己想 那个 棉皮 就用来塑什么呢 大家也自己想 这样 千万 这些我们不是 叫他们这样做 纯粹 就瞄想天开 他们这个 回流的故事 真是相当之 可歌可义 和自作业 很可憐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 好吗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